為什麼會這樣吃? 你都負責二代了 負責二代有兩種 事實有三種 負責二代有兩種 算成語是負責二代 是肚子的那個負 你完蛋了 你一種吃 我要跟誰一起啊 這個 對不對 他爸爸就吃 第二個就是這個 負責二代對不對 負責 負責 他肚子的那種負責 所以我就負責四代了嗎 沒有 這麼多喔 這負 好啦 我們知道了 我們知道了 你們知道什麼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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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知道沒有 是我有新的發現 一個 太平衡 有一個 球 球 我在飛 好 在飛的過程中 假設沒有外力的存在呢 沒有外力的存在呢 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貫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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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什麼叫貫心運動 他會一直往前往 一直被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直線 等速度直線 還是講了速率跟方向的 所以 同個方向 動速率 就是從等速度運動 一直前進 OK 好 但是等速度直線 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 零雙跟等速度 假設它沒有運動 算了 算了 它是一個特例 連會 對 但是他的速度 可能太陽塊 我一天怕你在動 沒有在動 他是鑲克的 Octyndog 你是嗎 好了 他一直在動 我現在可以加一點力 他不知道什麼事情 它會往前 пры Soros こと直線 它會有加速 改變運動中 改运运动状态是最简单的说法 改运运动状态就有加速度是第二个说法 加速度 问题是加速度 什么叫加速度可以举例吗 就是他受到了速度变化 所以速度变化 要嘛就是变快 要嘛就变慢 是这样的 受的力会有两个结果 是吗 对 只有这两个结果吗 他也可以不用加速度 那是两个受的力可以不用加速度 就是他生的速度 加速度 受的力还生的速度是什么形式 可以啊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 F等于MA 你受的力一定有加速度啊 搞不好受的力是0 你白痴啊 那就叫不受力啊 那为什么他要受力啊 我说如果 我可以给他认识假设有任何状况 我现在就说他已经受力了 所以一定有受力他一定有加速度 你到底是RQ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 那在加速度的时候呢 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大小 一个是大小 就是我们讲速度的意思 一个是方向 我可不可以不要改变大小但是改变方向 对 这样算不算加速度 算 算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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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不可以改變方向 可以 可以 對不對 所以他前面的時候我給他推一下 我給他推一下 他什麼改變方向 看他推有多大力 他會從 我問他改變方向的方向 往右側 右下 你如果從這個方向往右 就是往下面 對不對 他會跑到這邊 好 這邊時候如果又推他 會怎麼樣 我要一直推他 我就是在一直推他 會怎麼樣 尿無聊 會怎麼樣 會下的鞋 會下的鞋 再往下 再推他 就這樣 就跑到這邊 再推他 誒 這時候你的發音是 我的推力 我的第一次 有第一次 我手機反應太慢了 他告訴我 有地震了 超結色的 才反應 太慢了吧 地震了 所以要停 但是 因為這震要離我們很近 沒有 就在 就在這邊而已 對 為什麼要提出 他可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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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城市 他這個APP 也就是說 當這個地震 如果是發生在 台中的話 他提醒了 比地震 震波傳來還快 所以在台中的話 不是在台中 這邊一進了 那邊有什麼威力 欸 921的時候就有感覺 那個是 百年建 在花蓮的地震 這邊是 他通知會比他快 他通知的比 地震波傳來快 所以你覺得 這個動作很快嗎 他是 他是變的速度 變的速度 他就傳來蠻快的 但是 正樣就在這邊 正樣就在 那個 往上一點點 這樣應該在 我剛剛看這個地方 在哪裡 不是 就在我們附近而已 那應該蠻小的 那應該蠻小的 不是很大的 就是往山上一點點 就是這樣 他手機不會動 所以一定要 他 他是東西在震 還是 這個 這起來沒有 他是 可能 OK 真的 台灣 不不不不 這應該是地震 整個台灣有很多的 偵測點 他在哪個地方偵測到地震 他把訊號傳給 他的伺服器 伺服器 發訊號給你的APP 這很快 這很快 所以他大概會有 一秒多力差 這很快了 好 這好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 我在改變他 我的 力的方向 朝向哪裡 往下 假設這是一個 看起來像是圓心運動的話 圓中 我這圓嗎 還是不好 你要把你的肚子 趴在他們運動 比較就會下 別說 那樣是錯誤 那樣會變成雞蛋座 好 所以你會覺得力度朝向哪邊 力度朝向哪邊 中間 力度朝向圓心 這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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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心力 所有的 運動 或只要受到 側方向的力 都會讓他 產生 方向上的改變 你可以說 這個瞬間 這個力是他 這個 弧形運動的 向心力 簡單來講 我的運動是這樣的 這個運動 我在這邊假設 速度大小都是一樣的 速度是一樣的話 大小都一樣的話 這樣運動 我在這個地方看你收到這個方向力對不對 超多 我在這個地方看你收到這個方向力對不對 超多 這個力的方向都可以指向 指向這個圓弧的圓心 我這個力都可以指向這個圓弧的圓心 這就是這一瞬間 我的向心力 我向心力越大 他的腳步騙得越大 這就是這個半徑越小的意思 嗯 有概念嗎 嗯 這個 這個半徑越小的時候 相當於他轉的角度就很大 對不對 我這如果半徑很大 我轉的角度就比較小一點 對不對 就幅度就沒那麼 沒那麼轉彎 就幅度沒那麼大 所以他跟他的半徑也有關係 所以你看這力量大小 力量越大了 我的轉彎的幅度很大 我力量越小了 我轉彎的幅度就很廣 很像 就是這邊就很廣 對不對 就不是直線運動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樣可以理解嗎 向心力 是導致一個運動 一個物體運動 成為圓軸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前提 所以假設 我要拿到繩子跟一個 去敲一下 去敲一下 哦 腳 套下去了 對 這要學習比賽 好像有鬼啊 這個呢 我要他形成圓軸運動 欸 他會形成圓軸運動 為什麼 有像心力 好 因為繩子拉著他有像心力 所以如果突然間繩子放開 會怎麼樣 會打到頭了嗎 打下去 你現在打到你啊 他要看放在哪裡 我突然間 我現在拉著他的時候呢 是這個繩子形成一個像心力 拉著他 讓他形成圓軸運動 我突然繩子斷掉 他要怎麼樣 是超運動 他從這邊 切線方向 他要形成一個切運動 好 斷在這裡 但是從這邊形成一個切運動 這個形成這樣 你可以在雨傘再看得到 雨傘如果下雨 我拉扇 我就要去撐 我把傘一旋轉 你看到水移動是這樣 切線運動出去 水移動 切線運動出去 對不對 水移動也要切線運動 你看 水流流到這邊 離開雨傘那一張 他沒有受力啊 他就不受力了 好 他是要只受一個滴性的滴 所以當你水 雨傘是這樣拿著 你看到每個雨滴 直接一動都是這樣 然後他拋線出去 拋線出去 拋線的原因是因為 他受低線運動向下 我這從閃的平方往下看 這個水移出去都是 從上面看就是直的出去 但從側面看到 這個雨滴是這樣 拋線下 因為他受低線運動 因為他受低線運動 對不對 對吧 好 所以這是 這是圓周運動的概念 好 圓周運動 加上圓周運動 我們就不責不提到 一個人 這個圓周運動的信息 我們都知道 很簡單嘛 所以你只要看到一個 圓周運動 現在一個圓周運動 你就可以想像 他受到一個什麼力 下什麼力 這要吸 圓周運動的信息 好了 牛頓呢 他 對 他一直在想一個事情 想不動 他想 他出來蘋果出一下 看到蘋果打到頭上 那個蘋果會掉下來 這時候 剛好他看到月亮在天空 為什麼月亮會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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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呢 我們已經知道了 科學家已經知道了 月亮是繞得並且算 星球的運轉 他已經知道了 以前大家認為說 地球是 宇宙的核心 所有的星星都繞到地球上 後來 隔板裡 不是 是所有的星星都繞到太陽轉 隔板裡對不對 不對 哪裡不對 是太陽系的星星 太陽系的星星 不是所有的星星都繞到太陽轉 隔板裡根本 所有的星星都繞到太陽轉 這是錯的 太陽是宇宙的核心 那誰是宇宙的核心 沒有人是宇宙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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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目前不知道 找到也有 看它是 這邊裡面所有的答案 都會覺得 不是 我們可以放個角度下 所有人都可以是宇宙的核心 你不是說宇宙五次很大 那你也知道宇宙五次很大 但是誰知道誰是核心 我也可以是核心啊 為什麼不可以 我假設 我代表 你閉嘴 你觀察角度不一樣的時候 那個核心就不一樣 我舉個例子 請問我是站在地球上 還是地球被人腳頂著 他被我的腳頂著 沒錯 對不對 所以你有看過那個 那個玩雜宝特技的人 躺在地板上 腳頂著一個水缸跟他 我現在做這同事情 地球都在腳上旋轉 有感覺嗎 有沒有感覺 地球到腳上旋轉 假設你把你的視角 看在我是宇宙的核心的時候 我這樣前進的時候 是地球到腳上旋轉 是旋轉的 是旋轉的 對不對 一樣到 所以假設我們可以用攝影機 我們去盯著一隻螞蟻 讓螞蟻在球上 我們攝影機的腳步一直跟著螞蟻走 你會發現喔 那個球在螞蟻的腳上繞 是不是 可以想像嗎 是不是碰到了 所以 牛頓就會在想說 為什麼 月亮不到的地球會轉 然後不會掉下來 蘋果成熟了 它就 樹枝支撐不了 它就會掉下來 對不對 然後 為什麼月亮不會掉下來 一定有個什麼東西 一定有個力 不是理心力 一定有個力 一定有個力 拉著月亮 它不會轉出去嘛 對 它一直轉一轉一轉 你那樣都沒有力 它跑不去切 先一針跑不去來 可是它繞著星球一直轉 它一定有個力 所以它們認為 地球一定給 月亮一個力 拉著月亮 讓月亮不會跑掉 這力是什麼 那是我們現在的解釋 可是那時候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牛頓這麼厲害 有人說牛頓是 近代物理學裡面 最有想像力的人 他可以曾經做個實驗 或者是做光學實驗 這是我有講過的 他在看書啊 他有科學史 他說 牛頓可以用光學啊 他拿個針 插到自己眼睛後面去 看他後面有什麼東西 看他後面有什麼東西 他這個做這個 他這個做這個 他還是瞎了 沒有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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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會敢做這個事情 就很了不起 所以牛頓是一個 蠻有趣的人 他也個性很古怪 他是個性格固批 然後喜歡跟真相好生的人 他比較那個 萊布尼茲吧 萊布尼茲是一個美國人 美國人 美國人這樣子 萊布尼茲是一個 美國人 可能是殖民地時期 我搞不定 那個大約那個時期 是幹活的 他們兩個同時發現 維基芬 你講 劉頓是個物理學家 他們是素學家 可是我們的 維基芬是物理學家發明的 維基芬是 那一個很變態的東西 維基芬不變態 沒有 我說 他可以想到這種東西 就很變態 維基芬是個很有用的工具 因為 很多物理學家解決他 目前的工作 他必須去發明一些新的工具 毫無險 發明自己的工具 所以 那個 維基芬就是這樣被發明出來 飛彈 來 對 這邊實在是 要弱 等一下 要有點強 強齁 不能放棄啊 好 所以 所以 牛頓就 推測 他就想像 地球一定給月亮一個力 拉住他 那月球會到地球旋轉 好 那他做個假設 他說 我認為呢 這個力啊 他跟 質量 這個質量跟這個質量 成正比 正比 假設呢 假設 因為這個地球 這個大球 對這小球 有形成一個叫做 重力波 重力場的影響 這太複雜了 他這個假下 他想一下 這個影響呢 一定會隨著 距離 的平方 成反比 也就是它會正比 R平方分之一 為什麼是R平方分之一 因為呢 講的這個重力場 這個輻射呢 是個球星的方向 輻射出去的話 每一條線都會拉到他一個力 你看喔 我這個距離 跟這個面積比 成什麼關係 這距離的比值 跟這個面積比值 是什麼關係 假設 這個地方是一倍的距離 我在往外拉一倍的距離 我就選擇另外的面積 然後他是他的四倍 這個面積是他的四倍 也就是說 假設我這個球在這裡的時候 我有 有四條線拉他的話 我的球到這個地方 有幾條線在拉他嗎 四條線 只剩一條而已 因為同樣四條線要拉 這麼大的一個面積 我每個面積只剩一條線 我牆就剪多了 是不是 我在往外擴張呢 我在往外擴張 我的面積更大了 我每個地方我承受到的 氣力就越小了 合不合力 所以他發現 他認為 這是幾何關係 他認為 這個力呢 一定跟他的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所以牛頓就把這個歸納起來 所以他認為 萬有眼力呢 認了一個物質跟另外一個物質 只要他具有質量 他就有一個力 這個力呢 會跟他的質量 成正比 跟他的距離成反比 可是你要到那個等號 這邊要把個猜數 我還要離常數 就是大區 這一張提出來 這個大區有沒有找到 沒有 牛頓有沒有找到 沒有 牛頓活著的時候都沒有找到 因為這大區太難找 就像我站在這邊 融運站在這邊 我們自己有個吸引力 這力大不大 不大 這力非常小 小到量不出來 我們兩個人的質量 你幾公斤 我上次量了 40公斤 40公斤 我80公斤 80公斤 40公斤沒有吸引力 對不對 要幾公斤才有吸引力 那輸出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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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吸引力 那吸引力不一樣 那吸引力 好啦 描冬提出這個說明 提出這個假設 描冬提出這個假設 他如果是跟質量有關 跟感情沒有關 不要說 對啦 很奇怪 搞什麼鬼啊 上課就專心一點 沒有上課專心一點 他跟質量有關 他跟質量有關 所以呢 描冬 就一直在想要做這個實驗 但是他一直沒辦法做 他其實設計的實驗也很簡單 這實驗非常簡單 這實驗怎麼做 那兩顆超級超級重的東西 然後呢 然後把它放得非常非常近 然後呢 然後去測量 對 我兩個兩個非常大非常大的東西 放得非常非常近 然後想辦法去推動其中一個東西 然後 跟放得非常近跟放得非常遠的時候 去測量他們中間的東西 OK 這是一個方法 修完修一段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沒有沒有沒有 欸這超重的 這很高的 趕快給你這要求好不好 我跟你講 你刷點 你這是超爛的 你說得出來 你說得出來跟做得到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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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光是量那個 你說啊這個看他自己的主力 你現在怎麼看他自己的主力 對嘛 行過 給他一點就好了 也沒有辦法 然後兩個非常非常大 那個呢 後來他們提出一個說法 他們說 我們可以這樣子 用個五百公斤的球 五百公斤的球 我就從上面看 吊著 伸直吊著 假設呢 我去推他 我有個力氣推他 我伸直會擺動 伸直會旋轉 會吧 所以我可以從他旋轉的角度 然後去決定這力有多大 對不對 我做時間就知道了 我去拉 用兩公斤去拉他 在旋轉的角度 因為就像螳螂秤一樣 這跟螳螂秤一樣 我兩公斤他有轉兩公斤的角度 我一公斤也轉一公斤的角度 有概念嗎 對 我相比以前不是嗎 一公斤拉長一點 兩公斤拉短一點 一公斤拉長一點 兩公斤拉更長一點 對不對 旋轉也是一樣喔 旋轉也是有彈性喔 旋轉也是有彈性 他可以用他旋轉的角度去決定你力量大 力量越大 力量越大 旋轉角度越大 OK 這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好了 所以我可以從他旋轉的角度 知道力量大 接下來就放另外一個球 一樣是百公斤 靠近他 他之間就有細膩了 他可以把它吸過來 他可以把它吸過去 新的力氣吸過去的時候 我這邊就會旋轉 我只要旋轉角度 我就可以在力量大小 時間夠不夠簡單 做不出來 50年做不出來 為什麼 500公斤已經很難了 要砸個500公斤 都擺在那邊 就很難 各位已經做 500公斤擺下去了 還是沒辦法測累 為什麼 所以有到 不是對不到 有可以到 但是沒辦法測累 為什麼 想想看為什麼 太小了 太小了 小了看不清楚 小了看不清楚 500公斤還是太小 怎麼辦 一千多一千 怎麼辦 怎麼辦 後來他被啟發了 他想到辦法解決了 不是 紐頓 隔了50年之後 紐頓已經死掉了 後來另外一個科學家 想到一個方法 他做出這個實驗 而且求出這個G 這個G求出來什麼好處 這個G求出來 就可以求出地球的質量 很了解 這個G就知道地球的質量 你為什麼不用光去測地球到這個 不是 不需要 你看 這個地 跟我們在地球上的質量是一樣 我在地球中測到的重力 可以測我的重力 對 它是常鎖 所以這個G是什麼 這G就是這個東西 對不對 地球的半徑怎麼知道 不知道 地球半徑可以測 它幾何就可以測 我們用幾何概念去測 太陽陽角幾度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 R多少 就可以知道 地球質量不知道 我只要知道G 我就只能知道地球質量 對吧 所以 你G等下求出來 地球質量就求出來 等下 這個G求出來 質量就求不出來 你只要知道地球半徑 你也沒用 你只要我多一個柱子而已 對 所以我現在想知道地球質量怎麼辦 地球質量知道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 太陽質量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距離知道了嗎 距離可以量 我知道 我跟太陽距離距離有多少 所以我跟太陽距離知道了 我就能知道 太陽的質量 這很重要嗎 這很重要啊 你要知道太陽質量之後 你才可以派太空管去 在太陽氣道啊 對 不然你怎麼出去探測 整個太陽氣啊 太空管怎麼派得出去 你知道月頭在那邊 你的太空管派出去 要到月亮轉 你要知道月亮的質量啊 你不知道月亮的質量 你怎麼知道要差轉 對不對 這些都很重要 但這些沒有距離就辦得到 所以距離不重要 非常重要 距離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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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嗎 卡住啊 怎麼辦呢 改1000公斤 改2000公斤 改3000公斤 對不起 在那時候的科技做不到 所以 加速器也沒有做 那時候還沒有加速器 有的那個時代在往我們身邊 也沒有加速器 怎麼辦呢 後來沒有抽身功啊 然後 那時候 跟摩托力太小 欸 其實這跟摩托力的關係 他這個旋轉 跟摩托力沒有關係 因為旋轉太小 跟摩托力沒有關係 而且在那個12抽身功 也很困難 我們要對一個房間抽身功 是做不到的 我們在學校也做不到 我們在學校也做不到 目前全世界只有一個實驗室 可以把一個很大的空間 關於抽身功 只有一個實驗室 對 我不確認哪 我忘記了 我上次看過他們做的 中間只有最多時間 你又不說 我跟你說 我給你看 師傅教授 我在哪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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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快一點 想到我給你加班 快一點 怎麼做 要不要他想那麼久 他想很久 他想50年沒有想到 用詞嗎 不是 兩個非常簡單的方法 你們小時候都玩過 我可能是擊中體 你們的擊中體 就是非常多的方式 不是 小時候都玩過 風車 只是一個輔助的方法 一個輔助的方法 槓桿嗎 不是槓桿 旋轉路嗎 他是旋轉的 他在上面旋轉 他不是一條繩子旋轉 怎麼辦 其實你剛剛講 槓桿有點概念 類似概念 我怎麼把一個小角度 轉換成大角度 怎麼把一個小角度轉換成 因為我們測量都這樣子 我看不清楚 就要把它放到 你怎麼要把它放到 那小角度我沒辦法量 我怎麼把放到 都可以量 所以我是不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講話才有辦法 所以他的方向摘桿 是怎麼有 你可以這樣 我只是說 有點類似這個意思 就是要把它放大 你要把那個效果放大 他旋轉的效果要把它放大 怎麼放大 什麼 花蕊 不是花蕊 花蕊 現在弄得很長 也不是 那怎麼也差 現在弄得很長 是會有影響 現在弄得很長 趕快轉得比較大 但是 那個角度超太強 現在就讓他放兩倍長 你的方向變得很大 很高一間 結果你那個子多 譬如擺是0.0001度 變成0.0002度 有差嗎 你說我們小時候都玩過 小時候都玩過 沒有玩 不行 要快 可是我覺得 其實你把它換好 你要點算那麼大 就是說 反線很長 然後直接弄到它的周長 然後呢 然後你在 然後坐前 你看它能不能跌 它轉得多 你都弄得很長 是這棍子很長嗎 對很長 棍子很長 就你的效果會相反 你知道棍子很長 棍子很長 棍子很長的時候 會轉爪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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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本來角度很小 它也是我剛剛講過 0.0001度左右 那你在裡面 0.0002度也很 沒有什麼力量 可是呢 你在棍子很長的時候 會變怎麼樣 會撐不住啊 你那時候那個年代 可以做出很強的棍子 支撐500公斤 已經很困難了 你要更多 變出就更重了 就整個 棍子會變大 我跟你講 這個棍子它希望 這兩個 這個棍子的棍子 越細越好 因為越粗呢 這東西有質量問題 會影響它的棍子 所以越細越好 乘式跑啊 怎麼跑 我現在公布答案 你們聽了一定覺得 如果覺得它不夠簡單 那就是我的錯 好不好 他怎麼做 他在那邊放個鏡子 然後呢 然後有個光線擋過來 我是不是正常的搖擺反射在這裡 對 對不對 可是我只要轉爪一個小角度呢 這反射片 我這反射片很多 我只要聊那邊距離 我知道它的角度 oh fuck 夠不夠簡單 可以幫忙成簡單 七十八 好聰明 我只要這個距離多一倍 因為光打過去 你可以看到光嘛 我只要在轉一點點角度 你紅頭髮棍嘛 拿進這樣子 你手抖一抖 那光跑來跑去 有沒有 這很變態 這簡不簡單 太簡單了 這科學家就是走一走 看到人家玩那個光線 我如果把這加上去 我就可以解除不問題了 當家它解除不問題 50年來 沒有這個沒有那麼累 五十年來沒有被解決問題 大家手上要解決的話 他就解決了這個G 就算出來 所以他算數的G也超屌的 對 什麼G是什麼 為了你常數的常數 我忘記這常數很小 這常數非常小 大概4個-17次方多 點了 點了你嗎 客人 客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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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早吃飯來 客人沒有嗎 沒有吧 外的你常坐也 查一下就知道 好 學人要手機拿一下 違約 現在就是你們來作業 查一下 好 你一直刻了沒有 不然你常坐也想 你們去查一下 這是作業好 查一下 你不要有作業好 先去把它查 我摸 自己查 這沒有加點 加什麼點 這樣就要加點 可是我記得他公司很大 他要同時看來的東西 他要同時看來的東西 什麼時候看來的東西 或是他的這個G G才不像一個M 他要同時看來的東西 G會變嗎 沒有變 G會變啊 主要是後面會變 後面好像有帶一個什麼想撿的 沒有 我上次看 那就是外影的公司 外影的公司是讓的 外影的公司是看的 我上次有看到一個 那哪看錯 一個代表 好 看錯 真的 你看錯了 這是外影公司 外影公司 外影公司 看錯了 那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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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是質量 一個大核 一個小核 不一定是大核 一個小核 它只代表兩個東西 兩個有質量 對 感覺當中有質量 它意思說 用我跟你之間的細畢 就是我的質量 乘上你的質量 去除掉我們之間的距離離發 再乘上這個 回合理常數就知道了 所以你知道嗎 當他們說 在西馬拉雅山附近 他們發現說 整個那個 重力不一樣了 譬如 這邊有一座大山 人在這邊 他發現 重力是往這邊 也就是我如果跳不去 我不是坐在原地 我會往這邊移動一點點 我如果丟一座椎子上 讓它掉上面去 為什麼 這座山就有質量了 對不對 你這樣試試看要吸過去啊 它質量夠大 這座山可能是幾千噸 幾萬噸 對不對 幾千萬噸 這麼大的山在這邊 它當然對你有氣力 可是你幾公斤 我幾公斤 這氣力太小 這個意思嗎 這氣力太小 但是你在大山的旁邊 這氣力就比較大 就比較明顯 就比較明顯 OK 好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結束了 這一張 這一張是第一張 第一張 這第一張而已 不是啦 第二張了啦 你搞什麼 第一張 所以我們趕快要上攻吧 所以我們現在要講第二張 第三張 攻 好 好 學你 我們要消耗一下 下次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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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